西瓜等着席 咬一口消暑解渴 但大陆竟有名女子 健康检查前 吃一口瓜就被咽出 她怀孕了 瞧人们谁懂啊 今天去医院体检 尿检显示两条道 结果回来检查 又说没有怀孕 渐渐惨成产检 让她超错愕 吓坏即买咽孕棒再测试 结果让她超傻眼 回到家以后看见西瓜 想着早上就吃了一块西瓜 一时好奇 买了一个试纸 撤了一下 天哪 看到这个结果以后 吃西瓜无痛升级成准妈妈 验孕棒插西瓜 扶两条线 究竟怎么回事 西瓜汁的影响 在阴性的位置上 有一些化学品在上面 只要有任何的颜色上去 它可能抓住 就等于沉淀在上面 汁液染色还出现两条线 记者实测 验孕棒各插在卖场大西瓜 及一瓶百分之百原汁的 超深色葡萄汁 十分钟后背后秘密大揭晓 插在西瓜上的验孕棒 稳稳一条线 而整根浸泡葡萄汁里的验孕棒 竟隐隐约约出现第二条红线 因为柿子里面含有金属离脂 遇到了含有拳击的糖类 像比如说葡萄糖果糖 它就会变色 验孕棒搞大乌龙 惊爆全网 妇产科医师也提醒 就连尿液的深浅 也会影响结果 还是到妇产科去检查 最准确 记得张正平彩山 台湾报道 我是陈俊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